古装剧里 白发美男仿若星辰闪耀 魅力难挡 九重子中李云锐的白发少年将军出亮相 便率榨银瓶 英气逼人 永夜星河 丁宇熙妖化白发造型 邪魅迷人 蛊惑人心 侯明浩于大梦归离 一展独特风姿 杨阳 程毅 罗云熙也曾以白发之资经验众人 这九位美男 以银丝勾勒别样古运 或清冷 或霸气 或妖艺 谁才是你心中那无可替代的天选白发男神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一 李云锐 饰演九重子宋墨 最近热播 让男主李云锐话题高涨 九重子是一部重生剧 前世宋墨初登场 就是一套白发造型 这造型真的仙气飘飘 帅翻天了 九重子前世宋墨家破人亡 一生都忙着魏定国公府报仇 所以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发 然而壮志未愁 宋墨还是没能魏定国公报仇 就含冤离世 九重子的剧组审美非常好 李云锐这套白发头套 搭配少年将军的扮相 真的帅诈了 不止剧迷喜欢 李云锐自己也说 他发现九重子 第一是他戴白发头套的时候 孟子义对他都特别热情 各种帮他拍照 合照 后来第二次的黑发 孟子义的反应就略显平淡 小编快被他们笑死 不过九重子这组白发造型 是真的很鲜啊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2 丁宇希 饰演永夜星河沐生 在永夜星河中 丁宇希饰演的沐生 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半妖角色 平时 他总是以发带束缚着自己的力量 那发带犹如一道封印 将他体内的妖性压抑 然而当发带一旦被拆下 沐生便会显露出半妖的真实模样 一头白发如瀑布般倾斜而下 瞬间散发出一种邪魅迷人的气息 永夜星河后期 沐生还有妖王造型 本来是灰中带白的发色 变成更浓的白色 本来以为丁宇希会难以驾驭这种白发造型 没想到永夜星河的效果还不错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 三 罗云熙 饰演水龙吟唐力慈 也有超鲜的古装白发造型 水龙吟讲述从意境来的神秘高手唐力慈 被迫卷入颠覆武林的阴谋 过程中与池云 沈狼魂等人产生羁绊 最终肩负起武林使命的故事 罗云熙在水龙吟的造型很受好评 目前释出的每一套装造都非常华丽 微卷的白发更是仙气飘飘 每一套都很惊艳 特别适合古装男神罗云熙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 四 成毅 饰演富山海萧秋水 先前在沉香如蟹 大家就见过成毅的白发 而接下来成毅在武侠剧富山海 也有古装白发造型 富山海讲述一名酷爱武侠小说 却被现实磨平棱角的咸鱼肖明明 以小说男主角萧秋水的视角 游历了一次武林世界 萧秋水从武力低威 热血冲动的少年剑客 最终成长为一代大侠 成毅在富山海 有一黑一白两种发色 目前释出的造型 感觉似乎是白发 更让人眼睛一亮 仙气四溢 很抓眼球 这部富山海 也是2025很值得期待的古装剧 原著小说神舟奇侠 是经典武侠之作 剧版富山海 会加入新的元素 加上又有古装男神诚意的演绎 看点十足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舞 侯明浩 饰演大梦归离赵远舟 是一个绝美妖怪 她是大慌 百妖之手朱雁 化名赵远舟游历人间 大梦归离 侯明浩的白发造型 设计的挺特别 不是传统的长发 而是用毛球编成了辫子 大梦归离 侯明浩这套白发造型 在拍摄时就很出圈 其实这种非传统的造型 不好驾驭呢 不过侯明浩本身就长得很梦幻 很像漫画走出来的美男 这种梦幻感十足的造型套 在侯明浩身上超级合适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 六 杨杨 饰演且是天下风蓝溪 杨杨在且是天下中的白发造型 虽然评价褒贬不一 但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这一造型中 头发梳得较为平整 颜色洁白如雪 初看时可能会给人一种 略显生硬的感觉 然而 杨杨自身所具备的独特气质 却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造型的不足 小编觉得 杨杨有个广告的银白发造型 更鲜更好看 广告中 杨杨的发色更接近银色 极柳发丝垂散 随着风飘动 而杨杨又自带一种清冷的气质 相当梦幻 杨杨真的是小说男主脸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 七 邓维 饰演仙台有树苏益水 2023年 邓维凭借长相思 成为新一代的古装男神 后续邓维也接下仙侠剧 仙台有树 搭档零零后 小花向寒之 仙台有树 邓维目前释出的古装扮相 都很帅呢 无论是白发造型 红衣魔尊都和邓维很适配 邓维的古装很能打 仙台有树为师徒虐恋题材 20年前 西山派掌门穆清歌为守护苍生 献出金丹将徒弟苏益水身上的灵权封印 穆清歌此举被世人物认为是魔头 被四大悬门联合绞杀 20年后 穆清歌转身成为薛冉冉 苏益水将冉冉收入门下 展开纠葛虐恋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八 敖锐鹏 饰演白月范兴范玉天启 这部剧改编自心灵的小说 白朔上神 是千古绝尘的姊妹作 讲的是千古绝尘 刘学义那个角色的衍生故事 白月范兴讲述将军府敌女白朔 为报恩而立志修仙 寻仙途中意外搭救妖族大神范玉 二人不打不相识 白月范兴目前释出的造型都还不错呢 不止白露的古装好看 敖锐鹏的造型也很惊艳 白月范兴敖锐鹏的白发造型充满少年感 不同于以往仙气飘飘的古装剧 但很适合它 古装剧白发古装美男九 谭剑刺 饰演长相思向柳 谭剑刺在长相思的白发造型 让所有剧迷都难忘 长相思剧中 谭剑刺饰演的香柳 是一个九命蛇妖 初登场时 他看起来是霸气是血的残忍妖怪 殊不知香柳 比谁都还重情重义 香柳总是一袭白衣 那头白发迎风飘荡 给人一种寂寥又高洁的感觉 长相思这顶白发被网友推爆了 同样是白发造型 有的白发古装头套 就显得廉价 但长相思李谭剑刺的白发 看起来很真实 它的颜色更接近银发一点 整体设计的很有美感 那两撮垂散下来的发丝 恰到好处 还有网友说 那余最好的一顶白发头套 被套在谭剑刺头上了 真的绝美 古装剧白发美男们 以独特魅力与精彩演技 闪耀荧幕 李云瑞英气 丁雨昕邪魅 罗云西仙气 诚意蜕变 侯明浩灵动 洋洋清冷 邓维威严 敖锐鹏少年赶强 谭剑刺重情 他们的白发造型 或推动剧情 或呈角色标志 尽显形象多样 观众追剧时 既入奇幻古装世界 又为其颜值演技折服 呈古装追剧之旅的 绝美风景